好 刚刚讲过一个地质年代 地球的历史有46亿年 我们前面教过了 那为了方便我们研究 所以我们就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有不同的地质年代 然后你就晓得 大家们所发生的先后的次序 所以我们有个地质年代 地质年代 地质年代呢 有个名词 它的单位元代既是其是 你不用费这么多 你不用费这么多 基本上你通常看到的地质年代表 最多只有到市而已 旗跟时基本上都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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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找到的是国际地质委员会 所发作表年只有到旗 连时都没有看见 所以我们不用管它元代既是 元代既是 元代既是 这是台湾的翻译 大陆的翻译 跟我们不一样 你在网路上找资料的时候 找到中文资料 大部分用的都是大陆的鞋码 大部分用的都是大陆的鞋码 所以台湾人自己写 都是大陆的鞋码 就是我们台湾分法元代既是 好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国中的帝科基本上只叫鞋 我们只叫鞋 对不起不讲错 只叫带 只叫带 你们生物还有这叫鞋嘛 什么侏罗� 百二鞋什么鞋 对不对 可是我们帝科基本上只有到带而已 连鞋都没有 所以只要记得带就可以了 帝科就比较简单嘛 最古老的生物30分2亿年前 谁啊 生物消耗的最早的生物化是谁啊 蓝绿菌很好 蓝绿菌30分2亿 可是呢 除了蓝绿菌之外 好像找不到 这叫什么生物 这叫做生物现象隐而不显 叫做隐生元 有分作始生代跟元生代 然后你们生物老师有教寒武器大爆发吗 没有 五亿五千万年前寒武器大爆发 凤五突然之间 海洋就多了好多好多的生物出现 叫做寒武器大爆发 那么从此之后生命现象就非常的彰显 所以叫做显生元 然后显生就分作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这就是我们地科交的那三个代 古生代 中生代 跟新生代 你所要有的观念是 顶生元比较长 显生元很短 46亿年 五亿五千万年前才是 显生元 前面四个月都会说什么 隐生元 隐生元时间长 显生元时间短 好的 五亿都会分作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第一科你只要记得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就可以了 前面的其他的人 你都可以不用记得 什么 什么始生代 元生代 你都可以不用会 甚至也连隐生元 他会都没关系 好我们第一科基本上 只叫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凡五季大八八之后 叫做显生元 分作古生代 中生代 跟新生代 这个 刚才的分个年代 只知道古生代比较老 新生代比较年轻 你只能够排先后秩序 但是到底有多老 你不晓得 如果要晓得 到底有多老 必须要用放射性同位素来定年 现在鲤化已经不加阿法 貝塔 嘎嘛 所以你们就 鲤化就没有交什么放射性的问题 那你就等到高中再说 简单的告诉你 国中有没有任何计算 我稍微抬过就可以了 我们用所谓的半摔期 半摔期 半摔期就是有一半的元素 摔变 摔变是从A元素 变成B元素 叫摔变 有一半的元素 摔变 那就是半摔期 假如半摔期有五千年 这边 找到一个化石 里面的A元素 只有别人的八分之一 表实上就经过了三个半摔期 一半 一半 再一半 那一个半摔期五千年 算多少 一万五千年 所以这都是一万五千年结果 大致上是这样算 小细节等高中 要让它对峙 这个计算要让它对峙 高中才会叫对峙 所以要高中有才有计算的问题 国中没有 听过就算了 你只要记住 我们排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只能知道相对的先后秩序 但是不知道你是两千万年前 还是一亿年前 想知道是两千万年前 还是一亿年前 要知道绝对峙 要用放射性同位素来定年 要用放射性同位素来定年 OK 那我们如何去划分 就是靠化石 我们要找到一种叫做 指标化石 标准化石 这种指标化石标准化石要 一 当时的数量很多 二 当时的分布很广 三 要通前绝后 为什么要数量很多 因为化石的形成不容易 所以 考化石的题目就是 有就保证有 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 考化石的题目是 如果我发现有三叶丑 我确定你是古生代的海洋 但是我没有看到三叶丑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古生代海洋 我不能说不是 因为化石形成不容易 有就保证有 没有不知道有没有 好 所以要当时要广 要数量很多 才会留下更多的化石 分布很广 就要全世界都有 这样子全世界都没有 否则这个化石只有美国有 那就只有美国能分 所以我希望他尽量分布越广越好 再来通前绝后 以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 只有这个时候有 看到你就这个时候 看你就这个时候 所以要通前绝后 那这种就可以成为所谓的指标化石 跟或者说标准化石 然后就是你要背的东西了 古生代 指标化石三叶重重 中生代 恐龙 新生代 旧课本写 像 长毛像 后来写 苦乳配 意思一样 你就给我背 这个就对了 你就背 这个就对了 古生代指标化石 三叶重 中生代 恐龙 现在这 新生代长毛像 这个考过 也就是问你说 我发现恐龙什么蛋 中生代 OK 好 停车战戒问 刚才有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 刚才有出现为什么现在又不出现 好了 没关系我就问好了 我就问 来 请问 你们生物有学一个 你们生物有学一个 终生代指标化石 你们生物有学一个终生代指标化石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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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有学一个终生代指标化石 谁啊 还要记得 还要记得生物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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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石 来来来 新生代你们还学过谁啊 还不错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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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科考卷 第一科考卷 通常都只有考恐龙 啊 考山叶重 考长毛像 因为我觉得这样考法山太没有水准 应该考点生物交货 考点贝尔啊 考点橘石啊 那会比较好一点 好 然后那个橘石啊 贝尔啊 OK 好 接着这个 看看就好了 我讲过了 你们生物还有念过什么 什么侏罗记三迭记啊 什么之类的 第一科都没有 第二科是什么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中生代叫做统龙 中生代叫长毛像 不对 中生代叫做三叶重重 这样就够啦 好 三叶重重 OK 鸟车战界问 青山县绿水箱 长这副德性 好 发现这些化石 好 看一下讲义友 看一看 图 看完图之后 请问 七百万年前 这里是陆地还是海洋 告诉我陆地或海洋 还有为什么 告诉我它是陆地还是海洋 还有为什么是陆地 为什么是海洋呢 女生 三号 三号 来 七百万年前这里是陆地还是海洋 为什么是陆地 为什么是海洋 为什么是海洋 很好 因为有贝壳 因为有贝壳 七百万年前这里有贝壳 所以呢 我们知道它是海洋儿 海洋 很好 那请问你 什么时候爆发的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在那时候爆发的 何时爆发火山 你将一栽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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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 三百万 三百万 七百万 五百万 二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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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万你们知道的 看什么知道的 上面写火山灰啦 对啦 请坐 火山灰的位置可以知道 二百万年前火山爆发了 OK 好 还有 请问你什么年代可以找到象牙 他问的年代是问你是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 他问的年代就是问你他是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 可以发现象牙跟瘦骨勒 三百万十二号 啊 新生代不要站起来喔 唇部很重 很难站起来 啊 怎么了 新生代 请请坐 你们知道新生代 因为大象是新生代的指标化石 物类是新生代的指标化石 所以叫做新生代 OK 好 再来一题 请问你 这里的环境变迁 来 答案A 海洋变陆地 答案B 陆地变海洋 答案C 海洋变陆地又变成海洋 答案出 陆地变海洋又变成陆地 海洋变陆地 陆地变海洋 陆地变海洋 海洋变陆地又变成海洋 陆地变海洋变陆地 陆地 收集了嘞 哪一个嘞 哪一个嘞 为虾米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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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虾米 为虾米 将将将将 将 将 要找男生 将 男生 将 男生 将 将 将 你們翻看沒有39 26 26號 再個26 這裡的環境是海洋變陸地還是陸地變海洋還是怎樣 海洋變陸地你們知道 貫猜猜到的 請坐 為什麼 因為底下先發生 上面後發生 底下是什麼 背河啊 海洋 上面是什麼 象牙獸鼓啊 陸地啊 所以從海洋變成陸地 有講過嗎 下面的先發生 上面的後發生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下一題應該是一個可以好好發揮的題目 可是根據台灣生的台灣的國中生的習慣叫做 不寫 請你迅速一下 想像一下 700萬年來青山縣綠水蝦 是如何演變的咧 OK 我們就請大家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 各黨練習 我們 guilt 看 我們 好 有